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冠病疫情有所缓解 不过上千个医疗保健设备不足 小岛与疫苗的接种覆盖率也偏低 面临了疫情恶化的风险 下面随本台驻印尼通讯员塞夫巴里 一起去看看当地如何解决分发疫苗的巨大难题 距离雅加达一个多小时传承的提东岛 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胜地 不少岛民在大雅加达地区工作 疫苗接种抵抗冠病毒迫在眉睫 这个岛民说在雅加达如果感染了冠病可以去医院 但是在这个小岛上根本不可能 疫苗船的到来受到热烈欢迎 每天提供500剂疫苗注射 超过九成岛民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疫苗船还配备了四台聚合煤链反应测试机 每天可以测试多达1000个样本 六小时内就能出结果 疫苗船的成功也引发了对建立浮动医院的倡议 当地官员表示 一直以来由于路途遥远 再加上天气状况 很多岛民送院沿途死去 从概念上来说 有一艘漂浮的医疗船 岛民就不需要被转接到内陆医院了